之前得了重感冒,吃了两个月中西药 感冒好了后发现声音变了,变声持续了一个月 首次接触原始点是2016年1月23日 当时发生较差,到2月5日为止,恢复约七八成 这段期间每天都会爬楼梯约15分钟 另外自己会在耳朵整骨处按推,每天不会少于四次 每次约1至2分钟 每晚睡觉时都温敷约8小时 白天用暖暖包,也喝姜汤及看张一世的光盘 另外就是注意饮食,尽量避免寒湿食物 今天是2016年2月28日 我发生的问题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 之前西医对变声这个问题都说没有办法 用了原始点处理一个多月以完全恢复 2016年1月23日 感冒后变声 原始点处理前 那么就吃了两个月中药和西药 那么我好返之后就发觉把声就变了 2016年2月28日 原始点处理后恢复 前后36天 今天是2016年2月28日 我发声的问题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